小罗今天照常的给大家做这个啊免费的SSR啊 微频代理科学上网的方法啊 今天这期的话照常给大家分享这个免费的SSR飞机场 那这个SSR飞机场今天这期的话 它的免费节点大概是 大概是五个还是六个左右啊 速度来说的话小罗这边测试了一下啊 是感觉不错的啊 也是能满足大家上YouTube的这种需求的 对吧啊 当然了 如果说你想要更快的啊 这个节点的话啊 也是就说免费的来说的话 没有多太多的可以就说支持到4K啊 很多好的机场的话 小罗之前也已经做过了 如果说你需要的话 你去小罗的这个频道首页 那怎么来频道首页呢 点击小罗的头像啊 点击小罗的头像的话 你可以进到这个手里面去寻找啊 这个啊高效的这个啊 你想要的这个SSR节点啊 4K的啊 我之前有分享过 那个速度的话是啊 绝对的完美啊 绝对的支持能够啊 啊当然了你第一次点进小罗的视频的话 不妨给小罗点点关注点点订阅 并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小罗推送视频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收到小罗给你推送的免费的SSR机场 小罗这边一直坚持做啊 这个免费的SSR飞机场啊 除了小罗自用的一个啊 一个收费的机场以外 小罗不推荐任何收费的这个机场 当然了这些免费机场都是有收费的项目 如果你觉得这个机场啊 挺适合你的啊 适合你的地区速度啊 等等可以达得到 不妨去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场主 给他一点小小的鼓励对吧 毕竟我们的机场主也是不容易对吧 好了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一个主题啊 如果说你没有加入小罗的电报群啊 赶紧加入小罗的电报群对吧啊 电报群里面再抽奖的 好了啊我们这边看一下这个免费的啊 这个SSR机场今天的 好了进来的话 印入眼帘的就是这样一个界面啊 我们的普通用户节点也就是免费节点啊 大概是啊目前可以用的啊 这边线绿色的五个啊 线绿色的是五个啊 我们这边的话速度来说的话 大家自己去测啊 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速度来说的话 大家自己去测 因为小了这边的网络环境啊 跟你的网络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这边开的带宽都是300多兆 将近400多兆这个啊 300多兆的带宽而且我还不只用了一家网络公司的啊 一个网所以说我也就不去做测试了 大家自行去测试觉得好用的话就用觉得不好用的话啊 去点击我的头像进入我的主页选择适合你的机场去使用就行了 好了我们看一下这边啊他注册是送的多少流量啊对吧 啊普通用选择3月5号这个我们不用管他等级到不到期无所谓无所谓啊 他因为他这边都说了是免费的酸酸乳免费的酸酸乳对吧 这个不影响的 然后端口速率是不限制的 然后啊我们看一下啊 他这个在线收费数是限制4啊 然后注册是10个级别流量啊 他这边也有为二的节点也有ss的节点啊 大家自己去这么啊更新订阅啊等等啊 这边我们的机场主也是在做一些更新啊 他的收费节点是没有什么相当的太多啊 没有太多啊也就yp一级而且都掉线了都没怎么去维护 它是一个免费的呃机场啊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去购买了用免费的就好了 如果说呃当然了这个机场的话也是没有邮箱验证的啊 没有邮箱验证的对吧 没有邮箱验证的啊 大家可以去白嫖很长一段时间了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呃 他的那个邀请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要奖励的 因为他这边是免费的机场 所以说呃也没太大的需求对吧 好了这一期的机场大概有就是这样 如果说你也喜欢小罗给你推送的SSR机场 不妨给小罗点点关注点点订阅点点赞啊 分享小罗的视频对吧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里面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